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印尼国会在周二通过了刑法修正草案 新的刑法条款之中 婚外性行为和未婚同居都被视为违法 最高可以分别处以一年级六个月的徒刑 外籍的居民和游客也受到这条法律的规范 根据印尼媒体报道 刑法修正草案在所有政党的支持之下通过 但是新法规不会立即生效 预计有三年的过渡期来制定细则 印尼现在是禁止通奸的 但是并不禁止婚前性行为 印尼穆拉挖曼大学法学院讲师哈迪安斯夏 他指出 印尼境内的所有人都受到新法条的约束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新闻的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外国人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游客到印尼去旅游 可能会因为 婚外性行为或者是未婚同居而犯法 那意思也大概就是说 观光客驻旅馆也算是未婚同居的范畴 哈迪安斯夏还表示 新法条规定只能有已婚人士的配偶 还有未婚人士的父母或子女提出投诉 违规者才会被起诉 但是旅游业已经非常担忧了 新法规会导致外国游客 对前往印尼旅游感到却步 也可能会吓跑投资人 新刑法还包括了 禁止侮辱总统或者是国家机构 禁止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反的观点 以及禁止没有事前申请的抗议活动 今天我们就是给个说法 但愿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施红成律师 扎哥好 各位听门 要去印尼吗 我现在结婚没有问题 我是已婚 我现在那个 三年之后这个法律会蛮严重的 但是我会带我老婆一起去 所以没有关系 你带老婆去蜜月了吗 还没有 你看 你看 这个事情我一直放在心里 有有有 他有随时在盯 盯着你 不要忘了 印尼是一个非常适合去读蜜月的地方 是 尤其适合已婚的 对 不过今天我们的题目 我们的题目很爆炸型 对不对 有各种弊案 有精神病 还有跟我有关的 哪个跟您有关 12月8号 今天 有有有 去年12月8号 我在脸书贴了一篇文字 是是是 就惹了 惹了惹来了麻烦 对 涉及言论自由的 也就是我对于汉林版的 国小二年级的国语课本 有一些意见 是 我的意见 你可以念一下 一年了对不对 整整今天是整整一年 对 这个这是最近刚好因为 当时这个 张大哥他有针对说 国小的一个 国小二年级 收在汉林版的 这个国文课文里面 有个叫 门斗大线的一个文章 门 就是开门的门 对 开门的门 斗就是斗智的斗 对 然后针对那篇文章呢 当时张大哥他有 做了一下这个评论 他是认为说 依我看这个课文呢 就是言不及议的风话 也是国语文教育 全面退音化的证据 如此低级 无名的文章 居然编入教科书 恐怕就是为了羞辱 家长跟老师 可是大家好像都 觉得无所谓 真他妈的儿孙 自有儿孙 我怎么会讲这种话 这是你写在FB上 而且新闻媒体 有直接看你的内容 当时这个作者都认为说 因为这个作者 他自己在 他是主张说 他是信奉所谓的 浅语的艺术 浅语艺术 对就是浅 浅薄的浅 对 然后语就是 语言的语 对语言的语 然后他是说 他也希望用来取悦 未来的大人 但是张大哥是认为说 这样的这种 弱智的浅语 只能够会 让这个未来的大人 提早 及早堕落 对 所以当时这个作者 可能就看到这样 比较用于 比较犀利的这种批判 他就认为说 他认为我是在骂人 对 他是认为说 没有关系 有 因为你用了弱智 我说的是那样的文章 对 那样的意见 对 但是他有片段的截取 他认为说 用弱智这两个字 可能就是对他个人的 一个公然侮辱的行为 是 所以他有对于 张大哥有提起 这个告诉 然后后来告诉的部分 检察官认为说 因为这个是针对 课文的文章的一种 公开的这个评论 因为本来就是对 国家的教育的政策 或是教育的这种文化的 可为公平之事 可为公平之事 是一种善意发表原理 所以他是不构成 所谓的公然侮辱的问题 然后他又提起在意 然后最近 后来在意又被驳回之后 最近他最后又提起 所谓的交付审判 那交付审判 跟大家说明 交付审判就是说 假如说你检察官的 这一块就是在意 就是说起诉 侦查之后 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处分 然后针对不起诉处分 你又觉得不满 就是不服的话 你可以提起所谓的在意 那这个 这两个程序 毕竟都是在侦查体系内 在意就是在见的在 对 然后议论议 就是要给这个 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书 你认为说 有侦查不完备的地方 你是可以提起在意 就像他的上级机关 提起在意 可是这两个东西 毕竟所谓的不起诉跟在意 这两个都是都是在侦查体系内 那假如说说 你认为这个侦查体系 整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有错误的地方的话 你是可以向法院申请 所谓的交付审判 对了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已经不透过检察官 这个程序 直接跟法院说 我交付审判 也就是你就要给我判定 到底这小子是不是有罪 对 而且应该说要 假如说法院认定说 交付审判有理的话 就会强制起诉 等于说强制起诉 然后再去审理 法院的法官是有这个权利的 对 可是这种交付审判 其实这个制度 就我印象中来讲 他其实是比所谓的上述三审还要难 我印象中之前有看到 他大概只有千分之七的几率 会变成所要 会强制交付审判会成功的 换句话说 百分之一的几率都不到 换句话说 这位林哲彰 也就是柯文的作者 一定很气了 对因为至少他走到 因为以一般来讲 就是以我律师个人角度来看 假如说在意 在意都被驳回的状况之下 我通常不会建议当事人去走 所谓的交付审判 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东西 就我之前的印象来看的话 其实就大概只有千分之七的几率 换句话说百分之一的几率都不到 可是法律程序上 有这么样 开这样一个门 他的确曾经被利用过 或者是运用过而达成比如说 平反冤狱的这种 这种事例吗 有不能说平反冤狱 因为他这个所谓交付审判的最后结果 就是说等于说我以前来的话 在旧制度的话 我成功的话 只是说警察官变类似 警察官强制起诉 你起诉过程中 你还是要经过法院的审理 所以他只是跳过警察官 来去做一个起诉的 越过这个起诉的门槛 对那到后面是不是还会认定有罪 所以毕竟还要经过法院的审理阶段 那他当时 所以他不是已经审理过了吗 对 可是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是说 通常来讲裁定交付审判的这个法官 跟后面审理的这个法官会不一样 因为所谓的交付审判 他目的只是说 怕检察官滥权 就是说我本来应该可以侦查得到的时候 因为你们侦查体系中 你们可能有疏漏 或是有意要掩盖这个事实的时候 让人民可以不透过法 不透过检察官这个体系 我直接可以透过法院交付审判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不见得说这个东西 后面就会一定会配判有罪或无罪 这东西是不一定的 因为毕竟还经过法院的审理程序 那法官只是透过你对我的主张说 检察官哪边有调查 因调查未调查的地方 你主张这个东西 法院认为OK 确实是有这部分的疑虑的时候 他补完之后 他认为说 有跨过这个起诉的门槛的时候 他就变类似强制起诉的行为 然后进到之后 法院还要再进所谓的审理程序 这两个其实是分开的 是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经验了解了 这个交付审判 对 这个真的是比较少人会去运用的 所以 弱智的潜语 让未来的大人及早堕落 这个话 换来了我们对于交付审判的了解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 这就不是弱智的一个影响 而是一个比较 就是法治 法谱文化的推广 我觉得是好事 对 只是牺牲了张大哥而已 我跑一趟高雄你知道吗 我听说 很费事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 汪传普 这个名字我很熟 在19 应该是1980 89 有一个案 尹清风的名案 是1989年吗 还是1990年 他其实是在1989到1991中间 我记得好像是年底 年底12月多 也是差不多像12月89号 这个时间 或者12月10几号 这个海军上校 也是海军武获市的主任 尹清风被杀 尸体忽然之间漂浮在宜兰的外海 这件事情 后来就牵扯出了 什么猎雷舰 拉法叶舰 这个海军 采购的重大的很多弊案 现在这个新闻是 汪传普家人要吐回巨额佣金 大法官宣告没收 心智核显 这是什么回事 好 其实就是我们在 就是最近的话 大法官有做过一个宪法的裁判 他其实针对于没收这个制度 因为我们没收的这个制度 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规定 是用裁判时的法律 那所谓裁判时的法律 跟我们一般来讲 所谓的罪刑法定 它有一点矛盾的地方 应该说 我们这个刑法到底他 我们的这个行为人触犯法律的话 必须要在行为当下是有规范的 他才会被裁罚 可是没收这个制度 他好像是剥夺人民的财产 可是他适用了 却是所谓的裁判的制度 这个案件其实是有七个申请 我们就以主张 就以汪传普这个案件来看好了 他当时这个案件 他当时这个 他是仲介所谓的拉法业件 然后可是他就抽这个佣金 那这个佣金的金额呢 大概总共是有9.6亿美元 那其中4.8亿是本金 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至今产生的这个支席 他比较特殊的利息 对他利息 那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说 这个汪传普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就104年的时候就过世了 那这个案件比较特殊一点是说 当时我们这个没收的这个制度呢 其实是在104年的时候修正 105年的时候才正式施行 可是这个案件其实是发生在105年之前 可是换句话说 我在当时这个制度发生的时候 在这个制度成立之前呢 这个犯罪行为就已经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说佣金 或是说他是不法所得这个东西 在这个犯罪行为之前都已经成立了 那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后来却因为有这个法条的规范之后呢 他就用这个法条来单独针对于说 汪传普所收的这个佣金呢 来要把他没收 可是对于汪传普这个家人 他们来看是说 当时我在他们在 即便他们做所谓的犯罪行为 在当下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有没收这个制度的 那也等于说我的犯罪所得 因为你这个后来成立的这个法律 导致我之前的这个财产状况 就算是我犯罪得到这个财产状况 会被你没收掉 那这违反所谓的罪行法定案 因为我之前并不知道说 我的这个所得会被没收 这一种变化 应该说是一种 对于以当下这个财产的这个现状呢 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少对他们这些家人来看 他认为说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他们主张说 这个条文有违反所谓的 罪行法定原则 而且他有塑及既往的情形 虽然认为说这个是违宪的 但是我们大法官做出的 这个宪法18号的这个裁判解释 认为是说 没收这个制度呢 在我们的用所谓的裁判史的 这个法律呢 是不违背所谓的罪行法定 也没有所谓塑及既往 他的理由是因为 他认为说犯罪所得的部分 任何人都不能保有犯罪所得 所以我没收你的这个制度呢 他其实并不是说 破坏你原有的状态 而是回复到原有的状态 因为你本来就是因为犯罪 才得到这犯罪所得 所以我剥夺你这个犯罪所得的话 并不是说 使你的这个财产状况有变化 而是因为你之前就是不罚所得 你就是违反这个 你是因为犯罪才撞到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所得 把它剥复 这个没收 是指汪传浦的家人要 他要想办法筹策出 9亿6千万美金 不是 他现在的这个9亿6千万美金 其实已经被扣在 那个一个账户里面 然后他们其实都有去主张说 这个账户应该要被解禁 因为这不能 不能够被没收 他最主要理由就是说 我当时就算汪传浦真的犯罪好了 当时在犯罪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没收这个制度的 可是你现在因为有没收这个制度 你要把我的所得这个部分做没收 其实这里面有7个申请人 其实有一个申请人也是 他其中一个申请人 他是贩卖护照的 跟汪传浦或者是拉法业没有关系 对但是是四线案的申请人其中之一 我可以举他的例子来看 就是他是卖护照的 他卖护照大概赚了大概100多万 可是他其他被告都是在 105年就是已经被判刑的 只有他比较晚被起诉 他比较晚被起诉之后 其他的犯罪被告都没有被没收 他们的犯罪所得 只有他一个因为他就说 我因为检察官不早一点把我起诉 他106年才把我起诉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要被没收 我的犯罪所得 其他的他说其他的共犯 都没有一个人被没收 他就觉得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那其他的这些人 为什么既然法律也不是什么搜集集 也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那为什么剩下的那些人 理论上可以 可是我说在之前那个制度里面 他们在105年之前都已经全部都判完了 只有这个人是比较 不知道什么原因 检察官比较晚起诉他 所以他起诉的时候 检察官应该说法院审理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法条在 他就直接适用了 可是就会形成他明明就是同一个犯罪的话 在之前那些被告部分 因为他们比较早 之前的那些被告被那样 我们就用轻重两个字 那不是证明这个检察官或者是法官 没有好好的审理 应该说105年之前的话 其实是我们没有没收这个制度 所以假如说这个案件在105年 他们应该说不是没有没收 是没有 我们没收的薪制的话 只能限于说 我比如说我们贩卖毒品 我的那个价金是可以 可是假如说我们是贸标一个工程 贸标一个工程 可是工程的东西 我中间取得这些对价的话 它是不能的 它必须要直接 直接的贩卖所得这东西才可以 可是假如说你把它转换成 股票转换成其他东西 就不是犯罪所得 就不是所谓的犯罪之物 因为我们以前的犯罪 针对没收的部分 只限于犯罪直接的东西 它才能够没收 你把它转换成其他东西之后就不行 那这个喊冤枉的 的确也有点冤枉 应该说相较其他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 以法条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是可以 以目前大法案解释的话 其他人其实还是可以被没收的 只是他当时事件的时候 他认为说其他人都没有没收 只没收我的 他觉得不合理 对这也是他事件的一个目的 他说明明在当下的时候 就没有没收的制度 那我犯罪行为当下 我也不知道说未来会被没收 那假如说我知道 我可能就不会犯了 但是大法官还是宣告 心智也就是没收的这个制度 大法官最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说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犯罪所的他其实是 他本来就任何人不得持有 所以他只是回复到 你没有犯罪之前这个原状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不叫一个刑法 那另外来讲 就是说所谓的 塑及既往 应该说我们这东西是 我要追溯到之前 可是他认为说 这个犯罪所的这个状态 其实是 你只要拿了算犯罪所的之后 这个状态就一直在持续 你拿的钱就是 简单的就是黑钱 这黑钱的状态并没有被改变 所以我没有塑及既往 因为你的黑钱持有的状态 一直在持续当中 我只是透过现在的法律来判决 说你这个黑钱要回复 所以他认为 也没有所谓塑及既往的问题 而且你拿的是黑钱 更没有所谓信赖保护 所以大法官的认为说 这个部分是没有违背 罪行法定 还有信赖保护等原则就对了 好 另外一个是 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题目 有一个小女孩 寒暑假不能去意大利 跟她的父亲生活 因为父母之间有很多纠纷 对吧 那故事本源可以稍稍再介绍一下吗 好 其实就是 这应该是说一个跨国的 就是我们台湾国籍 跟一个意大利的这个 我印象中好像是商人 跟意大利人就是他们 没有结婚 但他们有生小孩 就这个女 就是小 这个A女 我们就用A女来代称 这个A女当时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约定 好说是说共同监护 然后他们约定是说 在106年的时候 约定说共同监护 然后在106年底的时候 好像就她父亲 就是带她去那个意大利生活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 她母亲就认为说 这个父亲是有违背 他们中间的一个协议 当时就在法院提起 所谓的变更 这个改定权利义务关系 意思是说监护人 必须要全部改由这个母亲 是 结果 后来呢 这个法院还在审理的过程中呢 这个 我国籍的这个女生呢 她妈妈就是跑到意大利去 谎称说她的女儿的护照 不见了 然后在108年的时候 就把像我们国家 驻意大利的代表处 当这个 她的小女儿 重新申办了这个护照 然后就把她带回国 然后这在 在法院的认知里面 就是有点像是 拐带这个子女的 拐带自己的子女 对 然后这个 后来这个 意大利籍的这个父亲就回来 台湾就来针对这个 这个 她妈妈来最提告 就是他们要针对侵权 要去做一个认定 一审法院是认为说 因为这个母亲 有拐带的这种行为 所以当时是判说 这个监护权是要给这个 还给爸爸 还给爸爸的 可是再还给 因为这个我们案件 是这个可以上诉到三审 所以在这中间的状态的话 妈妈就提起上诉 然后在这过程中的话 法院又定了一个 所谓的定暂时状态的处分 定暂时状态的处分 就是案件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说 这个 就是小朋友要给谁带 当时法院做了决定说 还是要给爸爸 那时候爸爸就要把这个 小女生带走了 他们就提起所谓的抗告再抗告 后来就导致有一个 宪法第八号的这个裁判 那这裁判当时最主要 简单来讲就是 他认为说 要听这个小女儿的这个 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意见为主 那后来反正这一件就是回到 目前来讲就是回到所谓 小女孩的意见是如何 小女孩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判局有交代说 他当时的意见是说 我不想要回意大利 因为他可能已经在这边住了很久 可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目前这个 新的这个案件里面 法院是认为说 小女儿之所以会不想要回意大利 是因为他觉得 就像妈妈之前 偷偷把他带出来一样 他觉得要回到意大利 他就不能回台湾 他是有这种连结 创伤性的这种连结 所以法院认为说 这种应该是要被纠正的 所以在目前来讲的话是 认为说父亲可以带回 带这小女生回意大利去住 寒暑假 过寒暑假 对过寒暑假 在COVID期间 寒暑假比较长 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 民间四改基金会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施红成律师 是 三年以后要带太太去 巴厘岛过蜜月 是吧 不会三年 不会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三年以后要去印尼 或者是巴厘岛玩的话 要特别当心一下 你的友伴可能会害你 或你可能会害你的友伴 接下来是枪击情敌 弹头贯穿 击毙了好朋友 等一下 情敌跟好朋友是两个人 不同的人 可是呢 这个案子四个判决 三个版本 每一次都改判 是法律的认定不同吗 还是事实上很难 很难统一解释 我觉得 因为这个判决的话 其实是针对事实上 而不是法律上的争议 就是针对事实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 针对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还有所谓的更一省更二省的法院 每个认定都有所不同 所以导致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他其实每次得到这个 良刑都会不同 而且落差很大 甚至有落差将近到十年左右 那所以这个 就是成为一个 新闻上媒体的一个话题 是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 其实是发生在 2020年的3月30日 当时这个林姓友人呢 跟他这个 不是 林姓男子 跟他这个助阵的这个友人呢 王姓男子 就王郡 王正凯的 他当时就是前往一个 高雄的一个凤翔公园 跟他这个 跟这个他的情敌 就是也是姓王 叫王达远 他们当时就在谈判 就在谈判的过程中呢 这个 他的助阵的这个友人 王正凯 依照这个判决书所 这个内容显示呢 当时这个王正凯 就直接冲下车 直接去跟那个王达远 就是他的情敌 情敌是王达远 情敌是王达远 姓林的朋友 叫王正凯 对 他们当时就一开始 就一阵扭打 然后当 后来呢 这个林姓男子 就掏出枪来 就开枪了 但是在 应该说在 起诉书 或是在高雄地院的 一审判决书里面 都想说 因为这个林姓男子 从背后开枪的时候 虽然说有打到 这个情敌 王达远的 这个手臂 但是手呢 应该说 子弹直接贯穿 这个手臂 在打中 他的友人 王正凯的身上 导致这个 王正凯死亡 当时 起诉书跟 这个高雄地院的 一审判决 都认为说 这个林姓男子 因为他知道 他持有僵肢 开枪的话 是有导致 这个人死亡的 所以他 因为这个开枪的行为 导致这个 他的友人 王正凯死亡 所以认定说 他是杀人罪 当时是判了他16年 可是在高雄 高分院 就二审的时候呢 二审这个高 高等法院 他认定是说 当时因为 这个王 就是 有人跟这个情敌 他互相扭打的过程中呢 两个姓王都在互相扭打 互相扭打的时候 这林姓男子 拿出手枪 就被这个 因为他拿出手枪的时候 他是先拿枪托 去打他的这个情敌 结果被这个情敌 发现他拿枪托 我打他的时候 他就回过头来 跟他抢这个枪 跟这个情敌 跟这个林姓男子 在抢枪的过程中呢 不慎扣发这个板击 姓林的扣的 不是 高等法院是认为说 是这个王姓男子扣的 情敌扣的 扣的时候呢 打出 这个子弹打出去之后呢 伤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他的友人 导致他友人死亡 所以呢 高雄法院的认定 是认为说 林姓男子 跟他的这个情敌呢 都犯了过失致死罪 他们两个都要对这个 友人 就王振凯的 这个死亡负责 也就是说 两个人都要判刑 对 两个都要判刑 他人多久呢 四年半 每个人都是四年半 对 都是四年半的罪 其中一个手上 还被贯穿了子弹 对 因为他认为说 因为是你自己 扣发板击的嘛 就是他的情敌 自己扣发板击 所以你伤到自己的话 那当然没有话说 然后可是你打 因为你扣发板击 伤到这个 王姓友人的话 就是 王振凯的话 那你就 必须要对他的死亡 照负责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部分就要判 过失致死的问题 那可是为什么 前一个审 也就是第一审的时候 是说扣扳机的是另外 是姓林的 对 这其实就会 这其实 这里面有一个事实 一个点是说 到底这个枪支 是在什么时候 被被击发的 那其实这里面 总共有四个判决 其实有三个判决 都认为是 林姓男子是 应该说 他不是在扭打的时候 击发 而是他在这个 就是他的友人 跟这个情敌 在扭打的时候 去击发的 所以他们才会认为 他是杀人罪 可是高雄高分院 是认为说 这个扭打呢 其实不是 是这个王 情敌跟这个 林姓男子 在扭打的时候 是击发 就是这个 光是这个 什么时候击发的 在这个事实认定上 就有出路 那之所以 我想一下 高雄高分院的认定 因为他比较特别 他之所以会认定 说是这个王姓 就是这个情敌 所不小心击发 是因为 他们在扭打过程中 后来发现 这个友人 倒地的时候 这个王姓男子 就跟他讲说 你朋友倒地了 你还要打吗 他们就停下手来 然后甚至呢 在当下的时候 他还回去去说 他要绑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友人呢 拿去送医 那法院认为说 假如在当 在 在发生事情的过程中 你发现有人拿枪 就是在 要攻击你 换吗 假如他倒下 你不是应该跑掉吗 就是你不应该 要回过头去帮忙 这个 你的情敌 就这个灵性男子 他认为这个 就是这个 王达远 这个情敌 这个做法 是违反常情的 他之所以会停下 一定是说 这个板机 是他扣的 因为他误伤了这个人 他才要 代替他进行后续的 什么就医啊 报警这些动作 不然一般正常来讲是 我在那边被 不是我打的 对 假如不是我打的 而且对方又有拿枪 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应该是 赶快跑 或是赶快做 你跑不过子弹啊 对 或是有其他的作为 只是说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情形的话 应该是这个 斑板机的这个人呢 应该是这个 姓林的 姓王的 他不是 不是自己扳的 因为他认为 就是不然王姓男子 就是他的情敌 不需要 还要帮他去掩盖 这个尸体啊 或是要 就医这些动作 他认为这些做法来讲 一定是跟他有关系 不然他不需要 后续去协助 这个他的情敌 去做这些事情 他认为 他是用动机的想法 去做这件事情 想了很多 就是了 对 他想了很多 然后可是后来 另外两个 跟一神跟二神 他们都认为说 这个扣板机的 应该是这个 灵性男子 因为他们 应该说每个人的 看法都不一样 可是会有比较大的争议 是说 有一个判决是认为说 假设说 我真的是在 跟你争夺枪支的时候 扣板机的话 正常来讲 我应该会想办法 让枪离开我的身体 可是我怎么会 扣到板机 说打到我自己 然后就是这个 王姓男子 在争夺的时候 怎么会打到我自己 然后再贯穿出去 我一定想办法 把枪脱离我的身边 所以他认为说 在争夺的过程中 不太可能 他自己会 让枪支打到自己 而且另外一个 法官的说法是说 当时就是因为 我之所以 当时这个 灵性男子 扣板机之后 导致这个 王姓 就是他有人死掉之后 这个 情敌才有能力 回过头来 再去跟这个 灵性男子 去抢枪 因为不然他一个 一对二 他认为 法官认为 在当下的时候 他那个 情敌不太可能 一对二 就是我要一边 跟这个人扭打 另外一边 还要去抢枪 他认为 在法官的想象里面 这是做不到的 一定要一边 有人已经 倒地 不行了 所以我才有 能力回过身来 去跟这个 灵性男子 去抢枪 他每任对 动作片的 这个 净润 修养都不太一样 应该说 我看到这个 判决的过程的时候 我觉得 每个法官 针对开枪人 当时的这个状态 还有这个的姿势 就是开枪 那时候双方的 状态姿势 还有 每个人的动机 结果 没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显示 比如说像指纹 显示谁握着 那个枪的扳机 应该 握着枪的扳机的部分 没有争执是说 这个灵性男子 一直有握这个枪 只是说 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们刚才说 高雄高分院 那个判决是说 另外一个 这个情敌 去抢枪的时候 不小心扣到这个 把他扳机按下去 可是这个案件里面 最妙的是 他只有一个证人 一个清洁队员 清洁队员 他当时作证的时候 说 他当时一开始作证说 我当时看到 他们三个人在现场 后来我就听到枪声 可是第二次作证的时候 是说 我听到枪声 然后看到的时候 就只 现场就已经 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人就已经倒地了 可是他的证言就是 一般假如说 你看到三个人 跟你听到枪声之后 再看到一个人 这个 就是说这个时间 是有落差的 我看到三个人的时候 发生在 听到枪声 就是说 他们可能是在 争执的过程中 跟我听到枪声的时候 再回过头去看 只有两个人的话 这两个东西 已经没什么争执了 对 就会不一样 可是因为 这个人的证 就是这个证人的 说法又在 真审的过程中 是有一点变化的 所以法官要采用 哪个证词 变成是法官的自由行政 所以才会变成说 同样一件事情的事实 就会有三个版本 而且这个每个版本以后 就会导致说 这个刑度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认定 所以这个 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 其实这个 我们的那个司法院 又发出一个 那个新闻稿 来沉浸这件事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法官不是 没有办法 没有时光机 我不能回过到 回过头去到 当时事发的现象 我只能透过 每一次的证据 或是法官的自由行政 去做判断 那每个法官 依照他们的 法官的这个 自由行政的结果 认定的事实 还有新出来的证据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 这个是难以避免的状态 所以他认为说 这种情形的话 只能透过 以后我们假如说 在法律上 要所谓的事实统一 只能透过 所谓的续审制 续审制的意思 什么叫续审制 怎么写 好 续就是接续的续 继续的续 继续的续 那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目前 我们台湾的制度 一二审来讲 我们叫所谓的副审制 也就是说 一审跟二审来讲 在法律的认定上来讲 等于说是一个 重新的开始 一审跟二审的法官认定 原则上会不一样 可是续审制的话 在法律的制度上来讲 是必须要接 应该等于说 我是接一审的认定的范围 再去适用法律 所以事实 假如说用续审制的话 在事实的认定上 应该不会差太多 因为我必须要接 你前面 一审法院的认定的结果 那不是说有新市政 新证人 新的这个什么 那就 那这个就不符合 续审就不符合这个 没有续审的话 他对新市政 当然可以重新认定 可是他假如对于 原来的这些东西 一审已经认定的东西 他就不能再改变了 那还需要再审什么 二审什么 对 这就会有人 会有一个问题说 因为我们本来是说 要用续审制 本来就认为说 每个法官的认定标准 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法官可能认定 这个东西是A 可是你这个东西 可能认定说他没有 也就有杀人跟没杀人 就会这样认定 我们广告回来 你再仔细跟我讲一讲 我都给他搞糊涂了 不是事实难以认定 是到底这个法的精神是什么 给一个说法 在明年司改基金会的 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 在我们的现场 犯罪的事实 很难认定 有的时候 但是说在一审的时候 认定的事实 到了二审 本乎续审精神 就不能够推翻 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够推翻 一审所认定的事实 那江国庆案 苏建合案 还有 那个 徐志强案 那这些人 到后来都翻了 那他的事实 都被重新认定 好 应该说在我们的 法律制度上来讲的话 当然 针对事实的认定的部分 我说过我们续审制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 举了这个案件 假设说 以续审制来讲的话 原则上就必须要 以一审认定的这个事实 去做后续的审理 意思就是说 在二来的 原来的这个高雄高分院的话 他比较会倾向是法律审 因为事实的部分 除非有新事实 新事证 比如说他后来 去做一个新的鉴定 然后鉴定的内容 确实对原来这个法院 一审认定的事实 是有变动的话 那才有可能去推翻 原来一审认定的事实 不然的话 就会依照 这个一审认定的这个事实 接地一审认定的这个事实 去法律上的适用 可是在我们目前制度上 我们是才会所谓的副审制 意思就是说 每一次的这个 一审跟高院的二审来讲 对于当事人来讲 其实都是新的审级 他们两个事实认定 可以完全不一样 就以本案来看的话 就是以我们刚才报道 这个所谓的 击闭这个枪击 这个情体 这个导致他的好朋友 死亡这件事情来看 一审的法院是认为说 其实是当事人 从背后开枪 然后虽然说 打到他的情体 但是子弹贯穿过去 导致他的这个好友死亡 可是在高雄高分院的时候 就认为说 这个枪支之所以 会发生这个 是因为强枪 对是因为强枪 这两个事实认定 就很大的落差 所以可是这在 我们副审制的制度里面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假如说 以后才续审制的话 原本上是 这种情形的 这种情形 应该是不会发生 可是会 问题是 万一真正的事实 恰恰就是 抢枪怎么办 对这个事实 就被泯灭掉了 对 所以江国庆 苏建合 徐志强都不可能翻案了 对 所以说到底 应该说这个制度的选择上来讲 我们要采取所谓的续审制 还是所谓的副审制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只是说 在我们采副审制的这个制度下 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但是我是觉得 以我目前看的这个 四个判决的内容来看 其实我是觉得 有越来越趋向一致的这个看法 就是事实认定的部分 因为不管是说 他们有传唤证人 还有去调所谓的 做这个枪支的弹道的这种鉴定 的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会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事实认定的话 应该会比较趋向一致 只是说你可能要花 好几个审级 然后对当事人来讲 可能每一个审级得到的 这个判决的内容都不同 对当事人来讲 可能他必须要承受 这个司法制度上的一种 算是一个不得不 以目前制度来讲 可能他一定会发生这种弊端 好反正我看 看起来将来还会碰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你的事实认定比较困难 到底采取续审 或者是这个 副审制 副审 对 这个选择也非常 我觉得不一致嘛 对 好了 精神病人强制住院 改由法院裁定 这是精神卫生法 三读通过 请问 在通过之前 精神病人强制住院 是由谁来决定 是由这个审查会来审查 审查会 谁开的审查会 对 就是由这个专科医师 他们会组成审查会来去做审查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精神 这个精神卫生法三读 其实他目前来讲还不会是 他会到两年后才是 因为他有很多配套措施 那这套法其实是 好像有九十几条 他其实范围非常的广 那其实原理上来讲 针对就是针对精神病人 或是严重的精神病人 他的处置方式 跟以前来讲 因为他毕竟会有所不同 那我把一个 我觉得跟法律比较相关的 我再跟大家做说明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他会强化精神的 病人的通报 按照这个所谓的精神的 这个精神卫生法的修正里面 他只要有所谓的这个 远警或是里长 只要有发生类似 疑似精神病的个案 他就必须要通报地方主管机关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路上看到这些 有些比如说疑似精神病患的 这些人的话 他通常也许比较没有被受到 这些管制或干嘛 可是以后的话 远上假如说有这些 不管是远警 或是这个里长看到的话 他就必须要去做通报地方主管机关 然后地方主管机关 他们远上他们就建构一个 这个这些精神病人 这些资料库就对了 那假如发生有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势 他比如说有伤害人 或是智商的这种情形的时候 那时候远警跟这个消防队 他们就有所谓的协助 这个病人送医的这个义务 这有规范那另外假如说 检查机关在这个发现这个被告或犯罪嫌疑的人呢 他其实有这种疑似这个精神病的这种情形呢 是他也必须要 除了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 他也必须要协助这个病人去做就医的动作 等一下你刚才讲就是通报嘛 对通报 还有协助就 协助就医就这两个程序 对 可是常常精神病人被发现 通常有街头了 或者公共场域 尤其是对他人有造成压力 或者是有伤害危险的时候 那他应该他的第一个这个步骤 是要把他制服 或者是要把他限制 把他的行动要限制 对 是吧 那这个是要由谁来决定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目前来讲的话 针对说像这种紧急的这种 像是这种紧急的病人的话 其实在这个精神卫生码里面 他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紧急处置机制 这时候地方主管机关就必须要整合 所谓的警消这一块 还有相关的机关呢 针对这些病人呢 他必须要 假如说真的有发生这种情况 24小时之内 对 他们就必须要去做后续的这个 比如说他们有所谓的强制处置 然后还有强制安置 还有强制鉴定 然后假如强制鉴定 认为说这个情况比较 鉴定的结果 认为说这个病人的这个 是属于严重的病例的时候呢 他们甚至还有强制住院的这个规定 等一下到了强制住院 不就是法院才能裁定 对 可是这时候就是说 因为我刚才说过嘛 他们必须要做强制鉴定 然后鉴定是由专科医师 去做鉴定 鉴定的结果 他们假如认为说这个病人 确实是有 他的状况比较严重 必须要强制住院的时候呢 他们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 然后法院的时候呢 这个法院其实按照这个制度设计 除了法官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 就是专科医师 对专科医师还有这个 那也就是原先由专科医师 组成的一个会议 对 现在变成由法院来主动 对 应该说法院来决定 不能够只听专科医师的这些意见 而是法官要进去 然后还有其他 应该是有两个的专科医师 他们三个共同决定说 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去做 强制住院的这个程序 以前来讲是专科医师 他们这些审查会决定就可以了 但现在来讲的话 强制住院这一块 就会比较更严谨 必须要有法官来去做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强制住院 毕竟涉及到这个人身自由 可是那个时候 也就是在法院裁定 包括法官专科医师两名 在裁定的过程之中 这一个精神病人 应该是在 在强制安置的状态之下 对 在安置的过程中 对 在安置的过程中 他有一个时间限制 处置安置跟入院 应该说安置 鉴定 因为他毕竟还是要经过 鉴定说这个病人 到底到什么程度 才需要进到住院 因为假如说没有到 强制住院的程度的话 他有所谓的社区治疗 那假如可以到社区治疗的时候 就不需要到 所谓的强制住院的程序 所以这才是有不同的 规范的标准 那 所以说这个 在我们这个 而且另外他针对说 假如说有这个精神病患 有不 就是他明明知道 他有精神病患 可是他不按时吃药 或者说他不规律服药的话 其实在我们这个机制里面 都有说 这些 这些 相关的这些专科医师 他可以申请所谓的 也是类似紧急安置的这种刑警 必须要协助他们去住院 谁会知道他不吃药 或者说 谁能决定他没有按时服药 因为 比如说像这种精神病患 通常来讲 他们有保护人 或是他的家属 那假如说我在精神机构的话 这里面还有保护人 对 他其实因为他这规范其实是蛮广泛的 我只是说他还有他们机构 也可以去协助 所以他只是认为说 那我们以前把这个精神病患 这块有点像是 规范不足的状况之下 他就把它限制 规范的更完 更明确更完整 你还有90秒钟的时间 告诉我 修法强制律师做公益 被轰违宪 你们律师 尤其是基层律师 在出征全律会 你先讲一讲 你不喜欢做公益吗 我常常在跟我做公益 只是说我们律师 可是不喜欢 对应该说 律师法37条规定 就是律师必须要参与 法律辅助 评论法律等社会公益活动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 律师怎么样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他是授权 给律师公会去拟定的 那目前来讲 我们全国律师公会 他有一个律师参与 社会公益活动的办法 他规定说 律师必须要每年 做满12小时的公益时数 那假如说你没有做满 一小时就以6000块去计算 换句话说 你假如说都没有做公益的话 你一年就是要缴72万的钱 那72万的钱要缴给谁 就缴给各地方的律师公会 那律师公会就等于说 你只要不做公益 律师公会就有钱可以收 他收了这个钱 他去做公益吗 他不知道他会做公益 反正公会就有这个钱 可以去做应用 可是对于各个律师来讲 是说做公益 应该是我们自愿的 就是做那种公社辩护人 对对类似这种的 可是你现在变成我强迫 我要去做 我不去做你就要财罚我 对于律师来讲 他是不能接受 也包括扫地这种 这应该不跟法律有关的 反正一定要跟法律有关 对通常讲律师能够协助 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那你喜不喜欢做 我喜欢做公益 那你可以替别人做呢 替可以 你可以 我喜欢做公益 我喜欢做公益 我们刚益 我喜欢做公益